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出色的關卡是遠洋的訪客水 侵權守護者超級 就是水油壓 不是下 這個來講我用的是塞魔王隊伍 水內控場加回復 配打擊的話攻擊力combo上去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攻擊的主要是轉型跟打擊 守回合可以集CD5就盡量集 因為我用這樣隊伍的好處 我會用這樣隊伍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要課問號屬性 問號屬性你不知道他什麼屬性 打起來不好打 如果有問號屬性出來的話 你用轉型去轉 那就很輕鬆了 就不用擔心問號屬性的問題了 這樣就CD5了 這樣打 後面關卡的難度就不難了 用其他的 隊伍通關也是ok啦 只是說會卡到說 問號屬性太多的話 你越來越多的話 你可能會卡在那個 呃 那叫什麼 這邊剛好出來我看一下 奧秘漁術室啦 剛剛會死在這隻手上 好 好像我現在台面上新竹很多 鑽起來就輕鬆了 有沒有 掉一大的問號 很機車這樣 好然後我現在就可以邊打邊補了 好然後我現在就可以邊打邊補了 剛好也是新竹都不用轉了 我會比較趨向於想要先把那隻KO掉 因為那隻蠻麻煩的 影響我的視線 我這樣打八千多也是蠻痛的 這時候就可以 轉星了 轉到我們是挑多的轉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這個好了 比較多一點 哎呀 我在轉什麼 有沒有看到像這樣亂轉有沒有 在玩的時候也是可以很輕鬆的玩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史萊姆王隊伍的好處 這個技術不好 三到五combo 打起來 就可以打成這樣了 所以基本上用這個隊伍 難度不難 算是輕鬆打 這個很好 這個把我們技能全部重置 對 他攻擊力六千多 血量 目前看 就沒看到資訊 集中打他就好了 因為集在兩隻打一千多地而已 好 哦 蠻痛的哦 不是蠻痛的 打他好像不是很痛 好 這個來講 我看一下六七八千滴左右的攻擊 好吧 把旁邊的兩隻一起K掉 忘記他們血只有一滴了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不然應該就可以直接K掉了 不用浪費血了 好這個只要控制好 在他CDE的時候 CDE的時候 你血量要破萬就可以了 好 前面就是慢慢跟他抹 慢慢跟他玩沒關係 好 六千多嘛 我預計這兩回合要把他K掉 所以 補血量要上去 好 基本上邊補邊打 所以不怕會死掉 好 少一抗 不過沒差 好 下一個就是 那個 刺爆攻擊了 又少一抗 手有點殘 哦耶 好 好像我們現在的轉心 就還蠻 蠻不錯 不過應該 台面上看起來是暫時先不用轉 現在轉一下了 這個肯定就不是木珠了 一看就知道了 好 我是蠻喜歡用這樣的隊伍去刻這個 刻問號出的 好 像這隻打 一萬 一零 一零 零九 零九零 有必要的話可以開水妹礦場 好 因為它CD2 所以我們兩回合 每兩回合要補大概五千多滴的血 好 可以看到我的combo數一樣三到五combo左右而已 好 平民 百姓我 本身來講 我的 主要比較 是希望說 大家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去通關 神轉數真的是網路上是太多了 因為要比神大家都可以比神 可是要比簡單通關 這個 這種文章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隊伍牆基本上通關就不難了 好 現在我再繼續轉 好 當然用同樣的隊伍 配大聲應該也不錯啦 健能健吃看你自己的習慣 好 沒把握就開下去 無所謂 因為下一關會比這關好大一點 好 好 好 沒把握就開下去 好 加上我們兩隻 那個 時間 這個是 時間凍結跟 電腦重生 所以下一回合打應該就 不是太難了 好 我希望 錄的影片給大家看 是說可以很簡單的過關 盡量 不會去拍 盡量 當然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證說 一定每一部影片讓你看起來都覺得很簡單 好 只是你用 像我這種隊伍 基本上 來講 打擊也可以換成大勝也無所謂 也是很OK的 哇 CD 這時候不囉嗦 控場要開下去了 會有點風險 因為我不太曉得 我旁邊這兩隻四萬多 是不是可以馬上K掉 基本上是可以的 只是安全起見 而且我控場可以在那邊扁他無所謂 可以 沒錯 好吧 我都說了 我們開機了 剛剛右邊那個暗數沒有調好 疊到一樣了 秒數太短沒辦法 好 盡量 危險的時候礦場就是開下去了 這個就不用 再省了 因為命會掛掉 像我們現在有兩回合的Torrent 所以我第一回合如果沒辦法秒掉 下一回合再開轉型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好 現在就不用開了 就慢慢跟他打就好了 扣的血雖然很少 不過穩定性很好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 然後記得攻擊的時候要五連 不然你會沒辦法K掉 五連四吸 我的隊伍就OK了 所以難度不是說太難 好像現在只有四顆而已 就要開轉型了 就要開轉型了 然後打起來穩定性還蠻好 因為我有兩回合的 緩衝 哎呀 手殘 對不對你看像我這樣手殘都可以這樣玩了 所以你們隊伍如果到一個程度的話 來打應該就不是問題了 還有十一回合 這時候雜豬消一消 保持檯面上有新豬啊 而且不能轉的 不能轉屬的 豬趕快把它消掉 像我火豬不能轉嘛 水豬不能轉 那我都可以盡快把它消掉 哇 3C而已 好家在有天降 因為我不是很擔心說 我combo數不夠啦 現在的話 可以轉一下 趁機轉一下攻擊力 我可以轉一下 哎呀 我在手殘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呵呵 3combo 1 2 3 4 5 我這隻豬有點遠 嗯 剛好家有繞回來 雜出太多了 我有點搞混 1 2 3 4 1 2 3 4 要開一下 嗯 我好像沒有五連 好像有天降 好像有天降 哦 這樣跟他慢慢玩都沒關係啊 哦 我們不求快 求穩 穩定就是 最佳的戰術啊 3連不知道可不可以K掉 哎 4連 天降 哦 這時候你看台面上都沒有 那個 新豬 雜豬趕快消一消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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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可以看我打的還蠻輕鬆的吧 應該這樣來講 哦 所以這個組隊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包括小關跟Boss來講都很好打 包括小關跟Boss來講都很好打 這個 腦筋有點 有點打結了 打到我水妹都CD好了 唉唷 唉唷 水妹來得好 不過我不打算現在開 因為我有把握把旁邊兩隻K掉 我打算留給王這樣 因為我想要冰凍王三回合啦 我自己打法 見仁見識 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我現在就可以動他三回了 雜豬把它消一消 打擊留著也是留著 我們可以就直接順便開 來 看一下齁 這個 哇不太適合再轉 看一下12345 6 124 5 2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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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該是這樣吧 當然我們用疊珠增加COMBO數上來就比較高 這樣就KO掉了 有沒有吊卡 水啦 以上就是 這個是 忘記關卡名字了 遠洋訪客侵權守護者的示範 看一下卡片好了 我還好還沒卡 還不知道卡片的能力是什麼 沒有去看 應該是轉型的吧 我印象中 對對對 就是會一直重置CD的那個 對啦 好像我這個帳號有水對剛好 可能我會多打幾隻吧 把CD盡量拉到低一點 以上就是遠洋訪客侵權守護者 這個輕鬆打的一個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